請各位自行再把那個修改部分改成那個就是Jungle的版本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update部分update哪個table 特別注意其實這個Seql語法如果你要完整學習的話除了網路就是 去買一本Seql的書之外其實我常推薦就是你乾脆從Seql裡面Seql語法 的網站上其實這邊一堆語法教學 那教學裡面的話當然這邊有什麼Select啦 用萬用字緣Like這邊都有OrderBuy 那會有直句就是剛剛講的關鍵字會有哪一個欄位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比較常用的這些其實 剛剛字典來查update,insert,updatedelete這邊都有 至於語法的話各位可以參考啦反正就是這標準的 然後updatedelete其他還有像什麼Joy啦不過這些可能比較稍微少 少用到 因為呢其實那個Seql的指令裡面 其實最重要不外乎就是一般講起來就是有兩個東西啦 叫什麼叫那個DDL DDLD的話就define啦就是 把那個資料庫資料表定義出來像我們什麼create table 前面用到那個 我們的哪個地方呢 那個insert 建立那個資料庫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有個create table 那後面給他兩個欄位 這個就是DDL DDL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定義資料庫的使用叫DDL 然後面比如說像什麼insert selectupdate delete 這些叫什麼DML M的話呢指的是什麼manager 或者是那種 你去使用他啦 所以這邊的話呢大部分就是這兩者啦 一個是 定義一個資料庫 裡面有哪些資料表 的欄位 那等於定義好之後 讓我們可以存放 那至於怎麼存放 怎麼把資料寫進去 讀出來 修改刪除 那叫DML 大概就兩個東西 其他細節部分 我是建議你可以什麼 要不就買書 要不就網路找一下 類似有seql 語法教學 那這邊當然什麼進階啦 等等啦 我想 不過主要還是把它當字典一樣 需要的時候再來查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update update的話呢 你可以發現 他就是update 哪一個表格名 表格是這樣做table 就是我們那個score 有沒有 然後set哪個欄位 等於 特別之用 set後面是修改 會有後面是條件 也就是我今天要哪一個 set應該後面接的是成績 哪一個成績的欄位 等於新的成績 會有哪一個人 OK特別之用 所以我今天 假如說我把它改成 類似像update 這邊有範例 那我們這邊都一樣 只是拿那個印式來改 A是請輸入 姓名 哪一個人的姓名 B是請輸入成績 不跟著一下 應該是這個 update 請輸入姓名跟成績 所以你會發現 跟什麼 跟那個 音色還蠻像的 那裡面有哪些差別呢 update score 裡面的哪一個呢 b欄是成績 成績等於我新的這個成績 會有 A like OK這邊後面用like 哪一個人 所以 把哪一個人的成績 改成幾分 那最後再把它查出來 所以呢第一個 我先把它查出來看看 比如說第一個 這樣查詢結果查出來 我要更改哪一個人的呢 先看一下 查 執行一下 假設我今天 哪一個人改錯了 CCC這個人改錯了 他其實 是只有55分 可是我把它 打了95分 應該把它改過來 因為最近剛好那個學校 成績剛送出去 而且好像學習成績都不能打錯 打錯之後要改要寫報告 要細評會 院評會要再審 所以要打成績很麻煩 不過通常都有學生 最後呢 成績送出之後跟我講說 老師你成績好像是不是打錯了 然後要改 我說 後來 還好因為我東西都要雲端 手機拿出來 沒有 一點都沒有冤枉你 因為你翹課制度太多 OK 馬上就打 他就不敢再說話了 另外也有一個 甚至那個學生家長也打電話 直接打到戲 那戲 直接就推給我 然後還好 成績也要雲端 他媽媽說 我 我女兒很乖 哎呀 很認真啊 為什麼成績打那麼低 我跟他講 馬上雲端 還好我東西都在雲端 手機拿出來 馬上回答他說 其實 這位媽媽 你要關心你的小孩 他去 真的在學校 但不見得會來教室 哈哈哈哈 OK 啊 所以呢 我這個有評有據的 他成績應該怎麼樣 你不應該來質疑老師 OK 所以 那馬上 馬上就按進了 OK 不好意思 打到老師了 不過 從來沒有接過家長的電話 第一次 接到家長的電話 真的是去年 發現這 不過現在 現在小朋友真的 還是 落差 如果說我今天要更改 假設我今天要更改 這個CCC裡面改成55分的話 並且查出來 那所以我把一樣 這個改一下 複製貼 然後改 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 我要改誰 我改CCC這個人 Enter 改成55分 他本來95分 變55分 Enter之後的話 我希望 把那個成績修改過 因為修改就是update 剛剛那個語法 update哪一個table score 然後set 哪一個呢 B欄就成績 等於55分 會有 後面加上 CCC的名字 有沒有 傳給 那個 他接收到 他聽得懂 有沒有 聽懂就幫你改了 改完之後 我再用那個slate 語法 把資料全部調出來 Enter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CCC就變55分了 OK 應該看得懂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修改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是這樣寫 這樣來錯 所以 剛剛是delete 然後這個是update 不過另外一種做法 如果你不會update的話 還有另一種做法 怎麼樣呢 對也可以啊 delete加insert 也可以啊 沒有人都不會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偷懶 刪掉重新增就好了 也不會有人知道 客戶會不會知道 不會知道啊 管你用update 還是delete加insert 對不對 反正他 只看到要的東西啦 所以有時候技術本身 一般人是沒有感覺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OK喔 所以大家怎麼操作啦 所以我說沒有標準答案 只是說你怎麼做比較順暢 然後呢 你也比較不會忘記 這很重要吧 而且你要寫的 自己也會心情愉快 對這也是還蠻重要的 OK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哪些比較重要的喔 第一個喔 我們就是 其他部分都一樣 我們看最關鍵的 基本上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然後execute commit 這一段 所以基本上語法最重要就是這個喔 set哪一個欄位 啊 因為呢 這兩個欄位 我建的時候都是 文字嘛 TEXT 有沒有 所以如果是TEXT的話 文字喔 一樣喔 你在做 SET 一樣要什麼 單引號 單引號 這裡有沒有 這邊也有單引號 這邊有單引號 好這個也不能漏掉 如果漏掉的話 也會出錯喔 OK 他也會找不到喔 所以單引號 這個都要加喔 好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個部分 另外的話呢 也試一下 就是把他怎麼樣 轉到Jungle裡面 邏輯都一樣 所以我這部分也許 就不太特別的在講 因為 都一樣 所以 也許你可以 利用剛剛delete的那個部分 也許先建一個 Score Phone Update好了 OK 然後呢 Score DB Update 裡面特別重要 轉換喔 剛剛同學也做 這個地方 剛剛本來 講說用 Render可以 其實後來試一下 應該是不可以 因為剛剛同學也是翻 可能也許我剛剛忘了存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在打這個Render 特別注意喔 這邊呢 基本上 大概你如果第一次打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有一個 他會有一個short cut 如果你點兩下 他會先幫你怎麼樣 先幫你 在上面建這個東西 Import 因為剛剛有同學 可能自己打 然後呢 沒有Import 所以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如果你打完這個字 之後 他還是 補work的話 你可能要確定一下 他是在 Jungle裡面的short cut Import 這個的後面 一定要是 Render Render Redirect 這個Redirect 好像在很多語言都有 像PHP也有類似 Redirect 意思會幫你轉換到 另外一個網址去 我的網址因為 是 在哪裡呢 特別重要 我的是 因為我要To哪一個 我要到 我的UIL 所以你可以到你的 UIL裡面看一下 所以我們的 這個專案裡面 UIL裡面 我要轉換到 幫我把它查詢出來 所以我的網址裡面有這一個 我 建議各位要記一下 他一定是 頭尾都有那個斜線 OK 所以記得 你要貼的話 記得就是 一個雙銀號 裡面呢就是 貼上之後 記得 這個前面呢 也要加一個 斜線 這個斜線如果沒有加 也會出錯 特別注意喔 那 這個應該是指的是前面的網址吧 後面這個 這個後面這個 如果不加會怎麼樣 我是沒有試過啦 不過還是 先加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才可以幫我把它 導到哪裡呢 導到這個Skull這個 這個Skull就把資料查出來 那其他的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就修改部分 也一樣 如把炮製一樣 我剛剛也有把那個 Delete的部分 也一樣放在雲端上 所以你也可以照著 稍微改一下 就是這個Delete 裡面我大概改的東西 View改了哪一些 改這兩個 那UIL改了這兩個 其實update也是如把炮製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